知乎上有个热门提问,每天都过得很辛苦,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,我建议你去看看《老人鱼海》,这本书或许不会明确告诉你活着的意义,但是它能告诉你在困难的时候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状态。 海明威笔下的《老人鱼海》讲述了一个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出海捕鱼的故事,他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,带回来的却只是一副鱼骨架。 作家王小波说,《老人鱼海》不仅仅是一个倒霉渔夫的故事,它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。 反复阅读这本书后,我明白了,人生最高级的活法是接受事与愿违。 事与愿违是人生常态。 圣地亚哥是住在墨西哥湾的一位老渔夫,他有几十年的捕鱼经验,技术娴熟。 最近,他交上了梅运,已经有84天没有捕到鱼了,只能靠着饭店老板施舍的食物生活。 村里年老的渔民对圣地亚哥深表同情,跟他聊天的时候都避开和鱼有关的话题。 年轻的渔民则会嘲讽他那用面粉带打了补丁的船帆,收拢后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。 生活的困难,同行的怜悯嘲笑,圣地亚哥都不在意。 当地85天晨光稀微,他再次扬帆起航。 这次出海,终于有一条大鱼上钩了。 圣地亚哥用尽全力猛拉钓锁,想把鱼拉出海面。 但鱼太大了,他自顾自地游开,拖着鱼船驶向了海洋深处。 从中午到傍晚,从傍晚到凌晨,又从凌晨到傍晚,圣地亚哥不肯放手,一直和鱼僵持着。 这位老渔夫没有帮手,只能一个人死死地拉住鱼竿。 巨大的脱力使他的后背被勒得疼痛至极,左手出现严重抽筋。 他没有办法吃食物,也没有办法睡觉,靠着顽强的意志力坚持到第三天的太阳升起。 大鱼终于筋疲力尽,减缓了速度。 圣地亚哥趁机用尽全身力气,将鱼枪插进了鱼身,杀死了大鱼。 这位老渔夫终于可以歇一歇了,他将鱼绑在船身一侧,调转船头,准备返航。 不幸再次降临,大鱼的血腥味引来了一大群鲨鱼,他们跟在鱼船后面,伺机掠夺老渔夫的劳动成果。 圣地亚哥只得再次振奋精神,拼命与鲨鱼搏斗。 可最终,鲨鱼把大鱼咬得只剩一副骨架,三天三夜的辛苦,就这样复制东流。 罗祥曾说,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,然后接受他的事与愿违。 命运总是给我们一点点糖,又无情地给一个耳光。 生而为人,谁不是心怀希望,又不得不生活在现实的残酷之中。 无论我们如何做着万全的准备,精心地不举谋划,都抵不过一场命运的安排。 人生本就一波三折,我命由我,也由天。 逆天改命也许可行,但是与愿为是人生常态。 所有失去,都按含获得。 鱼村的人们都叫圣地亚哥倒霉蛋,他曾87天毫无收获,现在又有84天没有捕到鱼了。 只有小男孩马诺林对他充满希望,相信他一定可以捕到大鱼。 马诺林和圣地亚哥没有血缘关系,两人却亲如祖孙。 在圣地亚哥没有捕到鱼的日子里,马诺林依然相信他是最好的渔夫。 长时间没有收获,圣地亚哥的生活陷入窘迫,马诺林会为他准备食物和啤酒,帮他生活取暖。 第85天的清晨,马诺林一早就来到圣地亚哥的家里,给他带了咖啡和早餐,还帮他把捕鱼的工具搬上船。 小男孩对老渔夫说,只要我活着,就不会让您饿着肚子出海打鱼。 马诺林是老人生命里的一道光,温暖着他孤独冰冷的心。 生活并未善待圣地亚哥,但却给了他一些慰藉。 第85天,圣地亚哥终于捕到了鱼,却被鱼拖向深海。 不肯放弃的他与大鱼展开了一场力量的较量,这场对峙持续了两天两夜。 老渔夫感觉自己与大鱼力量悬殊,希望身边能有一个帮手。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马诺林,在心里感叹道,要是那孩子在就好了,他能帮帮我。 当老渔夫精疲力尽,想要放弃时,马诺林的声音回响在他的耳边,您是最棒的,补鱼技术一流。 马诺林成了圣地亚哥的心理支柱,纵然洁身一人在海上战斗,他也觉得自己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。 大鱼被鲨鱼攻击,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。 圣地亚哥虽惋惜自己三天的努力,却仿佛松了一口气。 此时,他归心似箭,他知道马诺林一定在港口等着他回家, 他想早点回去,免得男孩担心。 这趟出海,圣地亚哥一无所获,却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。 逆境时有人懂,绝境时有人牵挂,归来时有人守候。 马诺林的情谊远比一条大鱼珍贵得多。 作家林青玄在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中说, 暴晒的阳光可能觉得自己会伤害秋日的土地, 但土地中的种子却因为阳光能清脆地发芽了。 只要不失真心,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。 岁月流转,马不停歇,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失去, 又会不断得到的过程。 人生坎坷,沉沉浮浮,有事让你哭,就会有人让你笑。 世间一切,皆有因果。 所有失去,终将得到偿还。 放下执念,与命运和解。 夜已经很深了,港口寂静无声, 只有海滨住宅区里露出些许的灯光。 圣地亚哥终于驾驶着小船回来了。 没有人帮忙,他只好尽自己的能力把船停好, 收拾鱼具,回到岸上。 老渔夫庆幸自己的船没有受损, 稍微整修便可再次启航。 而他的身体,已经疲惫到极点。 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,才走到他的窝棚。 在海上的三天,他奋力地捕鱼, 也拼尽全力与鲨鱼做斗争。 他执着地希望他能带着一条大鱼回来, 卖上一个好价钱, 富足地过一段日子, 也堵上那些嘲笑他的嘴脸。 然而,他满怀希望地出海, 最终两手空空地回家。 本想经验四座,却再次沦为笑柄。 圣地亚哥沉沉地睡了一觉, 第二天起床,便迫不及待地打造了一只新长毛。 他准备在大风天气休息几天, 便再次整装出发。 面对命运这样的捉弄, 圣地亚哥没有过多的悲伤, 他不再执拗,与命运和解。 坦然接受了事实。 人生中的很多事情, 近人事,也要听天命。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, 得到的也很快会失去。 圣地亚哥的这次出海, 何尝不是很多平凡人一生的缩影。 有人勤勤恳恳恳工作, 没日没夜地加班, 希望完成好项目拿到奖金, 到头来却被公司辞退。 有人为家庭付出一切, 任劳任怨, 得到的却是冷漠和背叛。 有人奋斗一生, 终于实现财务自由, 却收到一张病危痛之书。 美国作家玛丽安娜·威廉森说过, 沉溺于往事并不能让过去的伤痕愈合, 只有活在当下才能抚平昨日的伤痛。 遇见的人都是修行, 经历的事皆是磨砺。 如果事与愿违, 要相信命运另有安排。 如果经历坎坷, 要相信劫后会有重生。 抱怨和懊悔都不能化解我们所遭遇的不幸, 唯有放下执念, 原谅过往, 才能找到希望。 能改变的就改变, 改变不了的, 就坦然接受。 做人, 难得的是放下, 人生, 贵在懂得和解。 《老人与海》只是一个情节简单的短篇小说, 但作者海明威凭借这个故事获得了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 译者张爱玲给予了这本书极大的赞誉, 她说, 我喜欢《老人与海》, 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。 圣地亚哥的故事告诉我们,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, 真正的智者, 从不逃避痛苦, 而是在生命的历练中活出淡定与从容。 那些你所经历的痛苦, 不该成为生活的绊脚石, 而是你通往幸福的路。 点个再看, 愿我们的余生都能少一些执念, 多一些释然, 少一些痛苦, 多一些豁达。 作者清一, 学而实习之, 不易越乎。 图片, 网络。